十號國內確診人數依舊徘徊在四百多例 其中新北市最多有一百四十三例 除此之外 也新增了四名本土中度症狀個案 年齡區間從五十歲到八十歲 有兩位接種三劑疫苗 一位接種兩劑疫苗 還有一位是沒有疫苗接種時 其中三位都患有慢性病 目前四位仍在住院接受治療 疫苗打好打滿才是防止染疫後演變為重症的最關鍵 帶來關心也是疫苗熱點的花蓮地區 截至到九號花蓮縣第三劑疫苗的覆蓋率是四十五趴 仍低於全國五趴左右 從三月三十一號到四月九號已經累計九十五人染疫 十號再增加十三個確診個案 有九位和餐廳群聚案有關 而花蓮縣府為了有效防堵 並轉握疫情動向 十一號到十七號將在門諾醫院啟動快篩站 有些新聞Gliem de Vruan 臺北市採訪報導